潮州人,快到年底,你這間潮州粉絲店挺旺 嗨,旺鬼旺媽咩 現在市道更差,我不能做大港甲、半甲 叫個潮州很古,送個奶油塞多 如果不是這樣做,就走就走 噢,那你也算是聰明式做生意 我看新聞,香港政府也公佈了本財政年的經濟數據 今年頭六個月有2260億港元赤字 財政儲蓄進一步下跌,只剩下5507億元 是2010年以來最新低 香港政府統計署11月1日發表最新的零售業銷售額數字 今年9月的零售業總銷售額價值 臨時估計比2023年同月下跌6.9% 和上年同期比較,2024年頭9個月合計 零售業總銷售額,臨時估計下跌7.6% 哎呀,我也有看相關報道新聞 香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 就呼籲,香港零售業應該增加卡引力 政府應該發展更多高低經濟和旅遊業 來讚興香港經濟 是呀? 車,如果以為香港消費行業不行 是是經濟不好造成的 就too young too simple 是呀,難得周師奶這麼聰明 不僅頭髮長,連見識都比香港政客看得更長遠 周師奶,如果你移居香港參政 你的支持率一定會勝過何錦麗 黃大仙,你別亂說話 香港有國安法,不是會拘捕你的 不是選誰就選誰 你說的何錦麗 美國總統大選在11月5日的舉行 衝破一馬東星由頭帶到諾米 以絕對的優勢 以295票贏得了美國第47人總統 我看過統計數字 美國人這次對大選非常關注 投票率非常高 不像以往一樣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還有川普在勝選演講上對支持者表示 希望有一天回首往事的時候 大家會認為這是你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同時川普也祝賀他的副首曼斯成為下一任副總統 而且表示曼斯是正確的選擇 曼斯隨後也表示共和黨勝選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政治回歸 是呀,在川普贏得了美國總統的第二天之後 美國股市大幅上升 三大指數平均創下了歷史的三高 我懷疑各位黃色詩繼續看好美國股市 認為會升到6600點這麼厲害 我剛剛知道 美國參議院100個席位中有34個要進行改選 目前共和黨已經取得了100個席位中的51個席位 這是相隔了4年之後 共和黨重新奪回美國參議院的控制權 相比之下可惜我們大陸公民雖然口口聲聲說是國家的主人 但是從來沒有體現過投票選舉的滋味 哎呀,黃大師,在大陸中共的統治帶下 有票比你都沒用了 全部都是那些冷層來的選誰都一樣 進去北京人民大會堂那裡 又是全部一致拐手通過的那些法案 都有選擇權的 只不過不是用手選舉 而是用腳選擇 那些走線外途 移民海外的 就是一種選舉表態 你們發這麼多勞騷 對於政府來說 能夠給你衣食無憂 好,你們就應該 感謝黃恩浩蕩 三夫萬歲了 就像外交部發言人說的 你們生活在中國 就偷著落吧 知不知道 最近大陸人權律師黃宇 和江天勇 為一種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被河北藝院 公安局行政區拘留了 黃宇還控告 魏城鎮派出所警員 粗暴對待她 還有 在10月29日 大陸人權律師余文生 和她太太許嚴 被判處監禁了 中國人權律師譚永佩 因為發起成立 中國律師俱樂部 和接受海外媒體採訪 就被關押超過三年後 在2023年 被港西南陵中級人民法院裁定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 判囚五年 連律師都自身難保 你們這些阿貓阿狗 就自求多福 不要這樣阿祖啦 嘩 舅舅 你怎麼說這麼像外交部發言人華親瑩 你不做領導人 真是浪費了 你們以為現在做領導很過癮 目前大陸民眾和官員的矛盾這麼尖銳 那些官員很阿力山大的 陝西西安一個規劃局副局長 在接待市民的來訪時 為了躲避市民有關拆遷問題 從廁所窗口跳下來逃跑 結果被人拍攝 把視頻發到網上 這個消息被推上熱手榜 引起大家熱意 有網民猜測 這位副局長對市民的擦清問題自知理規 所以才不得不退避三社的九級跳牆 現在大陸的政權搖搖欲墜 敗仗盡顯 社會矛盾很激烈 民殺官的事件 事件時事都發生 現在大陸官員已經是高死亡率的群體了 好像今年8月29日 東北農業大學黨委書記 前黑龍江柏丹江市政法委書記李長生 就突然死亡 付告說他因病醫治無效死亡 當時也是57歲而已 還有 前湖北武漢市 東西湖區政法委副書記 610辦公室主任 中治辦主任曹斌 今年9月下旬 患了肺癌死亡 當時也是62歲而已 還有還有 吉林林江市政法委 610主任劉威 今年2月初 死於小細胞肺癌 年僅50歲出頭 這三位政法委書記 其中兩位兼任610主任病亡 他們生前很積極地迫害法輪功 對當地法輪功學員遭受的迫害 是有血債的 趙士賴 怎知 你沒有看那個明慧夢 明慧夢這個不完全統計 在中共當局對白龍功的迫害 二十幾年當中 還有大量的政法委書記 和這個610主任 和那幫職員 都全部行衰弘 這種職業 被外界稱為史蒙職業 這種行衰弘的空式 是有病蒙 比車重 跌落樓 硬正 被人碰刑 被人炒魷魚 滑孔 被省茶 和擁隔自己的家人都有 在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這25年裡 至少有上萬名參與迫害的中共人員 都是行衰弘的 包括病史 廚史 患重病 比車重 又是獲刑 被人炒 成為街下巢等等等等 這個明慧夢還說到 參與迫害法輪功的人 遭受到這個行衰弘 煞則是天理超弘 性惡有報的結果 那倒是 因果報應的法理 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我每次幫人算命 凡是對方有災有難的 都可以追查出當事人 曾經做過傷天害你的事 黃大仙 人罪造天罪漢 多行不已必自閉 不可以證教信仰 當然行衰運 大陸官員的日子不好過 現在大陸的有錢人 都一樣是損手爛腳 日子都不好過 近來發佈那些 2024胡潤百富榜顯示 中國個人財富達到 50億元人民幣的企業家 數量連續三年都減少了 近10億美元級別的企業家數量 在三年來都銳減了三成 上2024年胡潤百富榜那些企業家 總財富比去年減少了10% 降至21萬億元 就時來老闆財富利用 當然會發生連鎖反應 就會造成大量失業 我朝鮮反國 一樣生意不可 都在考慮財富 對了 那些統計說 2023年尾 大陸城鎮失業率 是5.1% 不過那些青年失業率 就高達21.3% 周氏賴 大陸官方的統計數字 通常都有很多水份 你不要相信它 北京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張丹丹在財新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名稱叫做 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業率 以它自己的統計方法 在2023年3月 中國青年失業率最大值達到46.5% 遠告於官方公佈的21.3% 聽聞呢 今年大陸官方統計失業率 都不敢將大學生計算 大陸的統計數字 對農村人口 從來都是忽略不計算的 而農村人口 佔大陸人口的比例 佔大多數 所以根本信不過它 對呀 像我這樣 經濟環境不好 找我黃大仙輸命的人 都越來越少 早已處於半失業狀態了 古怪像我這樣釣鹽水的人 更加多 我也是去買些黃老吉糧茶喝一下 希望可以去日失業 唉 連黃大仙都自身難保了 看來大陸真是流年不利 空多吉少了 對了 我都剛剛好 要幫兒子買些黃老吉糧茶 我跟你一起去買 多些人買 可以跟店主講數打折的 嘩 舅舅舅 你真是知慳識見 已經鎮入了過緊日子的狀態了 真是好東西 我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越講越有趣節目 大陸流年不利百時哀 經濟難保 官員命危殆 是由黃陽 李麗 賢仔 唐記 聯合廣播 歡迎各位點讚訂閱 多謝大家支持 nursery opposition 音購業 金 和 兩刀 陳 黄 電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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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